103 103對我來說是一個大家庭 熱血青春 我覺得可以用兩個詞語來形容 第一個是負責任 第二個是改變 103是一個很好的大家庭 我覺得103是一個學習和實踐的地方 103是一個家庭 大家都是很緊密 同一時間它是一個枯化器 很感激103所有的人和自 103是一個會給自由度 你去發揮你自己的地方 所以好好珍惜103 大家好我是103中隊的宋恩鑼 今天我們會介紹一下 香港航空青年團和我們103中隊 香港航空青年團成立在1971年4月7日 由一班熱愛飛行的人士創立 去培養香港青少年對航空的興趣 我們在香港14個青少年制服團體中 唯一一個以航空為主題的制服團體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航空訓練課程 和航空體驗活動 瞬間也會一一介紹 作為青少年制服團體 我們有多元化的活動 例如參觀 社區服務 領袖訓練 步操訓練 體能訓練等等 令青少年有更全面的發展 而103中隊在1996年成立 我們日常的集會時間 是星期六的下午1點至5點半 地點是在灣仔鄧紹堅維多利亞觀立中學 而日常集會內容 就包括有航空知識課台 模擬飛行體驗 生意知識 團體合作活動 報粗訓練 體能訓練等等 大家好 我來自103中隊的羅志華下市 到底在航空青年團內 有甚麼航空方面的活動和訓練呢? 現在就讓我講一下 先前提到 我們在日常集會內 我們會有不同的航空知識課堂 包括航空學 Airmanship 飛行原理 Principle of Flight 飛機辨識 Aircraft Recognition等等 去介紹不同有關航空的知識 另外 我們亦都有模擬飛行的教學 讓學員體驗到飛行的過程和操作細節 其次 我們亦定時有參觀活動 例如 飛行服務隊總部 民航處航空交通管制中心 飛機維修公司 以提升學員對香港航空業界的認識 此外 航空青年團亦會定時舉行比賽 例如總監盤 Commandance Award 它是一個以航空為主題的演講比賽 學員可以自行選擇演講主題 按自己有興趣的航空知識作比賽 我們可以透過準備幾間的資料搜集、彩排 從而增進航空知識 提升表達能力和組織能力 另外 我們航空青年團亦都有提供飛行的體驗 例如在每年的夏令營 Summer Camp 都會有機會去乘搭飛行服務隊的直升機 工作人員亦都會向我們介紹他們日常的工作 介紹飛機等等 學員還可以坐上直升機飛越香港的上空 機師還會有機會跟我們分享飛行直升機 最後 我們有不同的進階飛行教育和體驗給16歲或以上的學員 例如高級航空教育課程 AAEP Operation Kingbird 航空教練課程 或長機課程 以Operation Kingbird為例 它設立不時及無飛行考試 如果學員成功通過考核和電視 還有獎學金可以去到外國進行Bird Solo 翻譯 而AAEP就是跟香港理工大學合辦的一個課程 課程在每年的暑假舉行 裏面有專業人員和機師教授不同的進階課程 讓友誌投考機師的學員做好充分的準備 大家好 我是103中具的張尚鵬夏士 作為制服團體 紀律訓練是我們重要的一環 我喜歡和大家介紹一下 香港航空青年團紀律訓練的這個部分 在日常的集會裏面 我們有步操訓練 而步操訓練 是最直接實踐紀律訓練的其中一種方式 學員通過步操訓練 可以學習到聽從指令 訓練警覺性 以及培養團隊精神 另外我必須要介紹一下 初級學員訓練型 Recruit Cadet Training Camp RCTC 這是起大家加入了香港航空青年團 103中隊之後的第一個訓練型 透過一系列的基本訓練 大致步操和體能訓練 細緻到裝備、制服的統一性、時間的準確性 可以訓練到學員自律的態度和細心的處事手法 最後通過航空青年團特有的禮儀與習俗 學員可以學習到人與人之間應有的溝通方法和尊重 同時在103中隊當中 年資比較高的學員必須要負責管理、帶領和教育年資教廠的學員 讓他們學習到如何與別人相處 亦從中培養到他們互相協助、貢獻和成就他人的精神 大家好,我是103中隊的蔡露童中士 今天我會跟大家說說香港航空青年團另一個重點訓練內容 領導才能 在今時今日的教育當中 我們都是被動地接受教育 而領導才能、溝通技巧、批判式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團隊合作 正正就是我們日常的學校教育當中缺乏的 但是這些能力在整個社會以至未來生活 都有相當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亦非常注重學員這方面的能力盤返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實戰機會 讓學員學習成為一個Leader 在中隊層面上 亦是103中隊的其中一大特色 就是學員自行管理的架構和系統 在掌管的帶領和督導之下 學員可以自行管理中隊 包括計劃和安排活動 執行禮行集會 物資的管理、晉升的安排等等 學員隨著年資和經驗的增長 會在中隊當中擔任分隊長 Session Leader、小隊長、Work Leader等等 在平日負責教育和帶領年資比較淺的學員 做到教學相長 而且訓練他們的溝通、解難等等方面的技巧 亦都會學到如何由管理一個分隊去到一個中隊 從而訓練到大家的管理技巧和培養他們的責任感 在學員有一定的經驗累積之後 不同類型的Leadership Training Camp 亦都可以令到學員有更多的發揮機會 例如第一港島大隊的Leadership Training Camp LTC 會在每年的復活節舉行四日三夜的訓練營 在LTC 中 學員會在小隊長的領導下 完成一系列的任務和挑戰 例如長途遠足、野外主食 讓學員學識自我管理和互相照顧 他服一個又一個的難關 提升交通技巧和團隊協助的難力 而在每年的暑假 香港航空青年團都會舉辦下令營 Summer Camp 在這個五日涉夜的下令營裡面 大家可以與不同中隊的學員交流 互相學習 裡面更有不同類型的體驗 例如是水上活動、飛行體驗、生藝歷期等等 另外,我們會定期舉行進階的領導才能訓練科程 例如初級和高級士官訓練科程 JNCOTC和SNCOTC 學員可以從中學習相關的領導和管理技巧 團隊建設、交通技巧、活動計劃、解難能力等等 這些技能絕對可以幫到學員在未來的生活當中學而自用 而且更加是晉升為士官的一大考驗 而在不同的社區服務又或者其他大型活動裡面 自觀近可以學習如何去組織和安排活動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學員去實踐學到的一些領導才能 這些都是學校很少機會可以學到的 以上就是我們香港航空青年團的三個主要訓練重點 航空教育、領導才能和紀律訓練 以及我們103中隊的簡介 如果大家對我們香港航空青年團103中隊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們的網站 www.hkacc103.org去看更多不同的資訊 我想請你先去看更多不同的資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